在9月30号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上 多名议员敦促到场作证的国防部和军方高级官员 针对北京日益猖狂的网络盗窃行为 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民主党众议员兰戈万说 让我们的敌人和对手付出应有的代价 必须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 而敌人和对手必须知道他们面临的代价是什么 有的议员还提出网络反击是否可以作为威慑手段 不过美军网络司令部司令 海军上将罗杰斯在回应议员们质询之说 在网络领域以牙还牙并非易如反掌 整个政府必须谨慎考虑是否反击以及如何反击 这样的行动很可能会让已经复杂的局势更加复杂化 在29号的参议院听证上 美国情报总监克拉珀也告诫说 在采取报复行动时要非常谨慎 我们也从事网络间谍活动 我不会在公开场合说我们多么成功 但我们干得不赖 美国政府反对的是 政府参与或支持的对企业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的盗窃行为 在上星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 两国达成的网络安全协议承诺不会为商业利益实施网络盗窃和攻击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说 协议说明北京已经意识到华盛顿对网络安全的高度重视 他说虽然有人担心协议缺乏执行机制 不过这是一个建立信任的手段 这是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表明 他将承诺他的政府会做出努力 沃克希望中国政府会切实履行这个协议 停止针对美国的网络盗窃和攻击行为 沃克还说美国能够阻止绝大多数的黑客袭击 但是国家黑客行为是最大的挑战 VOA卫视记者杨成 国会山报道